由首尔国际马拉松大会主办 东亚日报协办的2016年世界马拉松 继第87届东亚马拉松大会 吸引了大约有两万八千名 职业与业余选手参赛 其中也包括来自台湾的选手 那么赛事分为全马 半马 以及十公里赛程 场面相当壮观 每年都吸引好几万人参加的 2016年世界马拉松 继第87届东亚马拉松大会 今年依旧一共有约两万八千人参加 尽管气温偏低 但所有参赛者一大早就在现场进行热身 与喝下补充体育的饮品 当然也不会忘记先系好携带 由于这项赛事从1931年就开始举办 也是亚洲最长寿的赛事 包括世界纪录保持人 来自肯亚的Patrick 与两届首尔马拉松冠军 Welson等各国职业好手 今年也都来参加 场面非常盛大 有日本选手穿上超人服装 也有穿着画有中华民国国旗 和台湾字样的我国业余好手 或是旅韩侨胞报名参加 我来自台湾台北 加油 2709年开始 2709年到今天是第9日 每一年都参加 在哨音声后 职业以及参加拳马 半马以及10公里等ABCD四组的参赛选手 分别陆续从光化门李顺城将军的同向前出发 进由南大门 明洞 青西川 东大门 禅室大桥 到终点站禅室奥林匹克主竞技场 今年的路线特征是高低差较少 比赛前端是非常缓慢的下坡标准道 大部分区间属于平地 不过35公里处的禅室大桥间 进入桥上是爬坡 且在桥上会遇风 是赛事艰难的一段路程 由首尔国际马拉松大会主办的这届比赛 最后由赛前已经拿下两届冠军的威尔森 再次获得第一名 成绩傲视群雄 台湾红绿是黄群 韩国首尔采访报道